大家好啊 很多人也让我聊一聊咱们那个 国内 国内这方面啊 国内这几个这个著名的大V啊 李永乐呀 白燕松啊 高耀松之前说过了 然后 就是体制内的吧 这些大V让我怎么评价一下啊 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人啊 李永乐大家知道啊 李永乐叫什么老师 但是你发现没有 李永乐的视频从来不涉及到政治 白燕松的言论 从来不涉及到啊 敏感话题 嗯 跟我不一样啊 我是什么都敢说的 所以呢 我也只能到油管来发言了啊 人家李永乐啊 是不是还可以上CCTV啊 和邱石老师一样 都上过CCTV 只是邱石老师上完以后啊 哎呀 现在又进了 CCTV 李永乐啥时候也进去 不知道啊 看李永乐表现了 所以我这就是说 这是中国的问题啊 我不恨我 首先我不是恨我党啊 我的视频 所有的出发目的是为了中国好 你中国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那么咱们啊 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故宫那个奔驰大妓女啊 说是何刚 何刚的媳妇 何刚是谁呀 何刚是之前这个老红军啊 也姓何的一位老红军老战士 他的孙子 那么这位老战士啊 说是之前给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介绍过啊 一门婚事 让习仲勋呢 当了这个新郎 是不是 有了这个婚姻 那么这种关系 婚人婚姻介绍人的关系 和这个两家的关系呢 非常亲密 那么这次何刚出了事 习近平啊 是不是 习仲勋的儿子 习近平当然要管一管 所以把这个很多奔驰大妓女啊 包括故宫的事情 也压下来了 CCTV的那个白燕松 报了一下新闻 再也不提 海外啊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一点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连海外的恨我党 也不再提奔驰大妓女了 再也不提了 就想推翻共产党的 这帮人也不提了 你就想想啊 习近平如果认真起来 这个国际上 互联网上的舆论 多么可怕 谁也不能说了 这就是我说 这是中国未来的一大缺点 其大缺点 我说了 任何制度我不反对 但是你这种制度 本身的缺点 那咱们也不能不提 因为你的制度 有时候你这个缺点 可能成为你对付病毒啊 对付很多突发事件的一个优点 这是何逻辑的 但是你这个缺点 在平时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你 和中国人的安全 那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咱们分析一下 这个奔驰大妓女这个事 事就是这么个事 它背后就是表现了中国 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观察 包括中国顶层 顶层那个社会 他们之间的关系 互之间掩护 然后呢 以为不说了 这件事就没有了 把老百姓当成猪了 这就和恨国党是一样了 也认为老百姓是猪 但是现在恨国党也不说啊 所以大家你想想 到底这里边有 谁是大外宣 谁拿了共产党的钱 谁到底是 真正替老百姓说话 真正替咱们这个中国人 想这个中间的事情 还是那种 就是为了什么 点击量 或者就是为了 赚一点这个外快 是不是 或者是干脆就投奔共产党了 共产党平时让你骂一骂我 显着我这共产党有反对派 实际他后背 也是共产党给他钱的 他为什么不提何刚这个事了 为什么都不提了 你想想 你就想想这个 习近平只要一句话 何刚这事不能说了 那基本上 连恨国党都不说了 你想想这后面的可怕程度 可怕程度你自己想 互联网上唯一一个 咬着事不放还在说的 只能是我这个 所以我瞧不起什么 李永乐 李永乐更是 李永乐敢 就敢跟数学公式做斗争 永远跟物理常识 数学公式做斗争 他不敢提什么 人文类的 最简单 政治类的 他不敢说一句话 这就是李永乐的短板 也是我瞧不起李永乐这种 我管他叫饲养员 养猪的饲养员 白岩松呢 还不是饲养员 白岩松啊 是猪圈里边的 领头的 就头猪 有人有头羊 他叫头猪 所以呢 这就是我说的 这样非常不好啊 我知道习近平可能也看过 我提个建议 其实啊 我这人说话呢 很多时候是 有理有据 为啥不好 我能告诉你为啥不好 习近平你自己想啊 老河家 这个河刚跟你关系啊 非同一般 按人伦道理来说 你替他掩护是对的 但是你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你用公权力替他掩护 未来啊 我告诉你 未来会发生什么 现在啊 想推翻你这个共产党 推翻你这个 不推翻共产党 想推翻你习近平的人 有的是 你想想后果啊 你再看看卡扎菲 卡扎菲 他为什么失去民心 也是这种掩护太多 太多 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你 静玉和卡扎菲一样呢 这个河啊 河刚会带着他那个大忌女的老婆 开着奔驰大忌 变卖家产来救你吗 习近平你自己想想 会来救你吗 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啊 不说动乱吧 就发生反习的这个风潮 河刚会来救你吗 他会第一个跑到美国 然后看清形势 甚至那个 我看那个奔驰大忌女 还是反体制的 发言还是反体制 其实他是反共的 那他反共 反你习 是不是 然后你在这边还掩护他 你这是等于是啥呀 你救了他 他在国外还是反习的 甚至还是干一些啊 像那个人人车的那个李健 似的 资本与权力的 mix 混合 然后在国内 找了一个面相还挺善良的 黄博代言 就全国开始露钱 全国开始大杀四方 全国开始大吸血 吸完血跑到美国 都是在看局势 所以习近平 你知不知道 现在共产党很危险 最危险的 不是那些天天骂的 那帮玩儿啊 什么纽约的光头啊 还有那些什么什么 民主党派 不是他们 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是什么 世界帮二代 资本家 他们未来 会对中国的这个 整个政体 政治走向 产生巨大影响 他们是想推翻你共产党的 然后你现在还在掩护他们 这就是 这就是一种愚昧了 愚昧 为啥 最后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一天 像像那个卡扎菲一样 需要人民支持你 你才能战胜外敌的时候 那个时候 人民不会为你流下一滴眼泪 那你说这个何刚 你现在替他打掩护 何刚会为你 习近平流下一滴眼泪吗 美军来了 法国飞机来了 那你看见打卡扎菲 那个吓得那样 何刚会替你挡子弹吗 何刚会替你出头吗 何刚会站在你这一边吗 何刚 何刚会站在美国那一边 然后抽着烟 搂着他那个大妓女的媳妇 开着大妓女 在美国等待时机 中国民主以后 四季带回来 再找一个类似黄渤的人 涂脂抹粉 登台入市 人家就成资本家 玩什么幕后操纵 就玩政治了 没你习近平什么事 也没共产党什么事 那你现在 人民的这个 把人民的利益放第二位 把你自己家族的关系 放第一位 我就想说一句啊 说公平话 你不智 你不聪明 不聪明 这样你是毁了共产党的信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毁了共产党信 我觉得习近平啊 我不知道后续 会不会处理何刚 就算处理了 可能咱们也不知道 怎么处理 但是我觉得 应该给社会通个气 到底怎么处理 就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老百姓会误以为啊 如果你处理了 好啊 你不知道 社会上也不知道 那你会让老百姓误以为 官官相呼 那你做了这个处理的事 跟没做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的 这些二代 富二代 红二代 你说在中国拿着最大利益 到国外进行反共 反华 甚至反习 然后习近平呢 在这还替人家打掩护 说好话 这是我觉得最 最魔幻的一件事了 最后就卡扎菲 被逼进了这个下水道 下水道 为什么全是平时的老百姓啊 拿着枪上来都是老百姓啊 那卡扎菲当时 官官相护的那帮 那帮大臣高官都躲在哪去了 躲在自己的海外宅邸 重兵保护 有的投靠了美国 法国 法国一起 打这个卡扎菲 那你想想 卡扎菲当时 官官相护 护的这帮人 有一个替他卖命 有一个替卡扎菲 流下眼泪的吗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啊 我觉得习近平不傻呀 这呢到底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奔驰大俊女的事 整个啊 动摇了习近平的这信誉了 我告诉大家 真正变成中国 变成官官相护 处理不好这个事 我告诉你 真是 不是说你不说了 全世界连恨国党媒体都不说了 你给人收买了 人家就啥了 我告诉你 就海外只要骂共产党的媒体 都能收到钱的 人家是被都被收买了的 唯一一个在互联网 你现在看到 你现在搜 就我敢说 就我敢说 因为我这人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也开始打压我 你看弄的一帮 北京那帮玩 到处也也开始造我谣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互联网上 谁还敢说点真话的 可能就像我这样 还有什么 标的乎的那个陈秋实 可能我们 我跟陈秋实 唯一的共同点 就我们俩敢说真话 但陈秋实脑子 可能被那个恨国党洗过了 他认为那个是对的 我呀 比他稍微往这边偏一点 但是我们俩有共性 都说实话 那你反过来再看这个李永乐 像不像个思想员 告诉你们 咱们不能说政治话题 我也不说政治话题 我就说点什么 数学公式 物理常识 吹个牛逼 好像看我自己 高人一等 挣点粉丝 没事上上CCTV 吹个牛逼 就干这个 这不就是思想员吗 我也不是说 李克生 文科生什么 很多人说这个话题 我不说 但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真正核心问题 是文科的事 是政治 你李克生 李永乐再牛逼 你敢说政治吗 李永乐 你说一期让我们听听 我现在就问你 李永乐 你敢说一期不 不还是这回事 你不敢说 为啥 你说完了 你之前获得的所有 香蕉就没了 你也是猴 你拿在手里的香蕉就没了 你是什么呢 你是李克猴 李克猴 就这回事吗 你之前获得一切都没了 那你为啥不敢说 这就是逻辑就清晰了 你看 我把李永乐底裤也扒了 他说吗 他敢说吗 什么天下事 他敢说吗 不敢说 这就是李克生 不如文科生的一个点 我也不能全面不论 李克生可以把这个世界啊 分析的头头是道 分析到分子 分析到原子 但问他自己内心世界的这个世界 政治 思想 理想 问他这些方面的时候 他不敢说了 他不敢说了 或者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所以这个世界啊 好像好像表面是由理科生创造的 但实际上来操控理科生 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是文科生 这个道理跟你说通了吧 所以李永乐只是文科生操纵的一个 理科大咖 养猪的饲养员 他跟这个老百姓就是不说政治方面 让你们昏昏恶恶 是不是 习近平就是伟大 习近平就是好 习近平跟这个何家的事 咱们也不提 他知道他也不提 他为啥 他得保住自己的工作 这个饭碗 李永乐我没说错吧 你要是反驳 你有本事你做一期政治类话题的 别讲那些没意思的 来个敏感话题的 是不是 你来个敏感话题 怕香蕉没了 没事出门二斤买二斤 现在好三块五三块六 是不是 三块五一斤香蕉 你可劲吃 是不是 行了不多说李永乐了 那就是个饲养员 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瞧不起 那个李永乐啊 你看他好像把很多这个理科知识 说的很明白 但是没有用 他他不知道自己的内心 从何而来 自己要 未来要走向何处 这是李克生最大的弱点 人类啊 我说人类各个学科没有白给的 也没有说好像要撤掉什么 文科生 文科生追求人类 真正的方向 有些是 怎么说呢 很多人说啊 总该取消文科 那么叫李克也不是那样 李克生负责创造 文科生负责指明方向给你 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的和谐 你像白烟松这种人呢 就更白费了啊 刚开始头几年啊 青涩的时候 没有牛没有这么牛逼的时候 可以啊 反反这个反反那个 但发现被打压大了 老婆孩子北京 该有都有了 该配齐都配齐了 是不是 外面给妹妹配秘书 我都不知道 但人家现在是央视一哥呀 那拿的是不是香蕉 妈的家里有香蕉树啊 操他妈的 可劲吃可劲造 那他怎么可能 他就变成那个猪里边领头来了 给大家带的头 带的方向 哎呀 所以是白烟松这种人 我更瞧不起啊 他知道何刚这个事 你看他在新闻上敢说吗 所以他也在猪圈里头 被人控制了话语权 但是你看呢 你看那个什么 你看这个这个 纽约那个大狂头 也是啊 被控制在美国这个猪圈里边 所以有时候说啊 说你怎么两头都骂呀 又骂国内又骂国外呀 他是啊 我对事不对人 他就是这个事啊 美国那个天天舔川普啊 那川普要你他妈中国人命了 你是中国病毒啊 那还舔 川普伟大 川普一定当选 失去客观 真实的这个 已经失去这个 客观客观性了 他说的话都不客观了 为啥 和这个什么 这个 是不是 白烟松一样 都在猪圈里头 这边是美国人的猪圈 那边中国人猪圈 哎 有时候不要以为啊 骂了这个这个 国外这帮恨国党 你就得喜欢国内的那帮啊 那帮体制内的那帮人啊 那帮官僚 你得喜欢他们 你错了啊 有时候你骂国内的帮官僚 体制内的呀 是吧 你骂他就得喜欢国外的这帮 是不是啊 各党派民主党派是不是啊 花点钱就注册党派 恨国党你就得喜欢他们 也错了 这个世界不是二元对立 啊 还有一个中间地带 我可能就是那个中间地带 我还是说 我还是分析 这个客观性 追求咱们这个世界 只能追求真相 我不知道真相 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真相 可以给我那个邮箱 发一些真相的信息 我那邮箱 gmail的邮箱 自己可以去 在封面上找出来 这就是我说的 人类不是二元对立的 不是说 我讨厌他就一定喜欢你 是不是啊 我讨厌你就一定喜欢他 也不是啊 人是独立的 所以我啊 我说我比李永乐 比这个饲养员 更高级的地方 我可能是一个猎人 因为猎人和饲养员 最大区别 饲养员不希望 猪圈里的一些猪 了解外界 了解外界 是不是 哎呀 外界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天地 还可以这么发挥 还可以说政治类话题 李永乐不行啊 你们千万不要说政治话题 你们就吃饭 睡觉 然后死亡 就完了 而我更像一个猎人 猎人是什么 所有动物在森林里 每天啊 吃着自然环境里的东西 然后我需要吃肉的时候 我会去猎杀他 对吧 其他的动物跟我不关系 其他动物还是 该过他们的生活 过他们生活 他们会知道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李永乐想吃肉啊 是把所有人先养起来 养到一个猪圈里边 不让他们了解政治的话题 这样思想员 其实他下了班 李永乐乱拿起手机 可能都看我视频 哎呀 原来还有和刚 还有这个事 还有这个 但我就不告诉你们 我不说政治话题 这就是思想员 他告诉猪 猪院猪 外面没啥意思 咱们不说政治话题 自己下了班 拿了薪水下了班 哎呀 政治话题好有意思啊 这就是思想员 我是猎人 我也希望你们呢 能从我这个说 说法里边知道 现当今的中国年轻人 并不是猪 也并不都是李永乐那种 饲养员 养猪的饲养员 中国自媒体里边 还有一些追求真相的自媒体 有一些小年轻人 是希望有独立思考的 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世界 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世界